我曾經有看過一個空服員的勝利的表情 因為紅白酒剩下那一點點 他打得抓好嗎? 紅白酒! 然後他就終於把剩下兩杯之後倒完了 他就流動氣波 可是當你發完這杯紅酒之後 他下一排 所以有人說那我也要紅酒 我就回去再開一瓶一瓶 因為每個人都有強迫症 你開了一瓶之後 如果你只走完一杯 你就會覺得 天啊!我剩下那麼多紅酒 我就會再積極了 對呀! 有一次我就覺得好快被冠軍 你把我冠軍 你把我冠軍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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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麵包會不會很調皮 因為我曾經有遇過就是 他一夾沒夾好 他噴到第三個人的桌上 每次沒夾好這樣一噴出去 就會覺得 我又浪費了一顆麵包 因為我跟你說 麵包數量也有控制 對也要控制 但是台灣出發的話 台灣比較還好 台灣說它的數量會多一點 像但是非日本縣的話 日本的餐點 那麵包真的是1比1了 乘客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每掉一顆我都會 那夾麵包有技巧嗎 就是手不能軟掉 你要 你要Hold住 抓好然後放在你的餐盤上 然後放在 才要放正中間 因為它放旁邊 它會滾 對 一滾 我真的是也是三條線 然後就只能再多送你一個麵包 是 對反正麵包也就是 也是要很小心夾 而且你們的熱熱的麵包 可以像那個奶油 放進去這樣油化 你就覺得 好像什麼冰火菠蘿油啊 你就會覺得 哇 超好吃 但是吃多了 真的 我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真的好愛吃麵包 在飛機上嗎 對有一陣子 然後你知道 直接點變麵包 對 對 雅坤它就是 新加坡美食 然後它就是會有吐司 然後加奶油 然後灑砂糖 然後有一陣子 我自己在機上會做麵包 主人在機上就是非常的切 就是我們會自己 生出自己的東西 然後就是麵包 然後加奶油 然後灑滿滿的砂糖 哇好燙喔 料料好高喔 但是 不建議大家這樣吃太胖了 我們現在要健康生活 可是像通常你們發完飛機餐之後 這個時間就是大家開始用餐了 對 那這個時間你們就會稍微休息嗎 還是洗瓶幹嘛 如果長程比較長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再走第二次的紅白酒 嗯 就是問說要再喝點紅白酒 然後或者是要喝茶咖啡 你們到底有沒有發飲料的壓力 因為有些空姐會一直讓我覺得很想 很想把烏龍茶發完 就是 因為她跑了三趟 就一叮叮的眼神說 烏龍茶 我都會告訴大家 一定要eye contact 每一個人都要給我問到 你要不要喝茶咖啡 因為你都已經拿出去了 你知道嗎 你錯過了這一壺 然後 我可能經過的時候 有人說我要喝茶 然後就覺得咖咖咖啡已經走過了 對 怎麼有樣了 對但是這樣沒關係 我還是會去送給你 對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走茶咖啡的時候 我會希望每一排的人都要看到 都知道說我現在在走嗎 難怪 因為我以為是他們很想發完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確認 確保每個人都已經有聽到說 我現在正在走的是咖啡 我現在走的是茶 我曾經有看過一個空服員的勝利的表情 因為紅白酒剩下那一點點 她就說 紅白酒 然後她就終於把這兩杯出來倒完了 她就流動細菇 可是當你發完這杯紅酒走到下一排 所以有人說 那我也要紅酒 我就回去再開一瓶一瓶 哈哈哈哈 你的勝利又回來了 但那朋友說 因為每個人都有強迫症 你開了一瓶之後 如果你只走完一杯 你就會覺得 天啊我剩下那麼多紅酒還那麼多 然後沒有人要喝 我就會再積極的退出 對啊 有一次我就覺得好喝被冠醉 你把我冠醉 我今天喝了三杯 就是沒關係 難得上雞 但是你只要不要喝醉就好了 你不要身體不適 雞上的東西 如果沒有喝完 或者是什麼 那些都是要全部倒掉的 喔 那真的很浪費 那真的浪費了 對啊所以我才會說 我都已經開一瓶新的了 然後如果你只倒了一杯 你會流到下一瓶啊 不行不行 因為是衛生觀念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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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真的是 兩杯要積極推銷 對啊對啊 然後就想說 你要弄我講好那會就給你 那後來有時候運氣比較差的空腹 我明明兩手超忙 我拿咖啡跟烏龍茶 我就好工人快走囉 對 這樣 他說可以給我一個口罩嗎 可以給我冰塊嗎 可以幫我裝白開水嗎 那全部不是啊 你手上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的表情就怎麼辦 好的請稍等 然後就把它記在 因為通常有手就會記下來嘛 我就會寫在小指條 對 但是這個時候完全沒有手 等一下 那怎麼辦你剛剛說什麼 河日君再來 河日君再來 再等我一下喔 河日君再來 河日君再來 再等我一下喔 如果等了 不會讓你等到那個時候 我在走茶走咖啡 然後你跟我說要收餐 我真的沒有手可以收 對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記在腦海裡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 你請稍等一下 然後我待會馬上回來再幫你收 所以你們很像在玩那個金庫密碼 對 左二 右三 右八 因為你剛剛是 三十二一要收餐 四十六B想要預備擺開水 對 就要一直記這些東西 你真的可以解開這個金庫密碼耶 對但是有時候真的就驚於腦身 所以不要生氣 因為有兩百多個客人 有兩百多個金庫密碼 我剛剛如果說真的有時候空服人 真的因為忙而輸了 我教你們一招 你們用眼神吸引他 他會想起來 啊 我都用這招 對 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忘記 然後這樣睡覺有時候 對 這樣每次一經過我 你就要終究永生 看著他這樣 對 然後他跟你對照你這樣 你就這樣 對 因為其實他就是藏在深層的記憶 對 你知道有時候我最難過的一件事 就是 我就覺得我今天下班好像 很開心 今天應該什麼都沒有忘記 然後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突然 想到你現在就擺開水 哈哈哈哈 他擺水也擺開水 如果我真的忘記 你就覺得你可以再跟就是另外一個人說 不好意思 我的擺開水還沒來 然後 真的也是發揮同理心了 對對對對 因為空服員正在挑戰金庫密碼失敗了 哈哈 那你就是要再跟他出下一題的題目 是這樣 沒錯 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然後我們一定會做到好 可是這樣有時候那種12小時的航程啊 你們發餐至少要發三次吧 基本上是兩次 嗯 夠長的話中間還會有個點子 小零食 對小零食 這個時候會特別忙嗎 就是有3RUN的 收回來要弄過去 收回來弄過去 小點心還好 小點心的話基本上不會到有餐盤 起飛之後跟降落之前會有那個比較大的餐點 正餐要做 那時候是比較忙 然後點心的話 基本上是商務餐會比較忙 因為商務餐的選擇比較多 然後餐點也比較精緻 假設今天的航班 是比較晚起飛的 那我有時候會抓一個數量是說 我擠正餐先不要熱 小朋友起床了 他真的餓了 我就會去熱 就是說那我還有 keep什麼的餐 就是我有保留這些餐 然後要不要吃個一次 但是如果今天是沒有的 因為像今天正餐就是5點的話 我就會全部都熱 因為大概可能 就加了4點就要吃 那如果你中間餓的話 我們就看有餅乾 就是你會有餅乾 或者是再多喝一點餅乾 哈哈 我就會當意思 其實你們的腦海 真的要盤算非常多的事情 對因為你要一直去 假設很多的狀況 然後 而且有時候煩的是你用餐 因為其實你們還正在忙下一條路 可是其實這邊有些人開始吃完了 就會有人開始打飯囉 打完 因為那我遇過這真的很糗 因為我吃完了 可是我殼得還沒喝完 我就上廁所 我很小時候 是硬硬的把它拿起來 我起來放好了喔 結果我旁邊的人 不知道我殼得沒喝完 我一回來的時候 我整個座椅全部都濕了欸 濕到怎麼樣你知道嗎 還是其實是亂流 不是我確認過了 我確認過他的眼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你知道他濕到什麼程度嗎 是空服員 拿了一個新的椅墊 來省的椅墊 對 這麼是 因為他已經不是那個 刷手屎可以擦乾了 真的 空服員拿一個新的椅墊 那椅墊是不是完全全滿 沒有其他座位跟你環化 可是我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旁邊那個也是 不小心的 我只能說還好只是可樂 但如果什麼義大利便 那會更煩 可是像收餐的時候 你們最討厭大家把它疊起來 謝謝你們這麼有禮貌 然後這麼乖巧的 就是把它疊那麼高 可是你疊那麼高 他進不去 真的進不去 真的進不去 我每一個的空間大概就是 這樣 這樣 那你疊那麼高 我真的會卡住 會塞 所以我都會在 乖 就是謝謝你 謝謝你 然後自己再乖乖地把它 就排圍原本很平整的樣子 然後這樣綁進去 所以大家不用幫我們疊高高喔 我覺得正常放好 他長怎麼樣的給你 你就長怎麼樣的回來 吃光光就好了 吃好就好了 然後不用全部疊起來 可是大家有說我們是好的客人 我幫旁邊的人遞給你有幫助嗎 可以 因為有時候像真的很遠 三個客人了 很遠的人我真的是過不去 那我就會很謝謝 就是我會非常謝謝那位客人 就是幫我遞過來 因為不然空服員其實很容易腰受傷 不管是他就是推 推 然後你還要低下來 對 然後一直收餐 就是會一直這樣 我就會一直用到腰力 對 然後所以很多人的腰會受傷 就是因為這樣 真的要進行你們穿一些無鋼圈的內衣耶 有人會買束腹 就是會他會去支撐你的那個脊椎 可是我現在覺得最有用的是你要去重訓 要去健身 把自己的核心 核心練習 對核心然後把這邊的肌肉練好 就比較不會受傷 你就可以每天也有一個在聚養你的感覺 對 還可以做瑜伽 就是你整個人是這樣體態是瘋狂 真的 而且我現在連我自己在關那個 overhead beam的時候啊 我自己也是用最安全的方式在管它 就是撐好了之後呢 這樣子的時候 然後再往上推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腿已經壓好了 對 你要確保自己這邊的時候 都是安全的 然後再往上推 對 用到核心的利益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發財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可是其實背後有非常多的學問 包含你的頭腦要變換很快 對 包含你們希望可以照顧到每一個人的情況下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看起來成了空腹 你覺得最簡單的是發餐 可是其實每一個細節對他們來說 都是希望盡量可以做到最好才可以幫你們付完 沒錯 因為我今天就是把餐發好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每個客人開開心心的吃飽飯 然後吃到自己想要的選擇 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工作最大的成就 雖然說我們就是用笑鬧的方式聊啦 可是其實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每一個工作它背後有非常多辛苦的部分 對 你必須要照顧盡量都可以讓他們有選擇 對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接下來大家想看音樂劇的話 哈哈哈哈 賴克魯本身就算是個斜槓的小青年 對 又愛唱歌又愛演戲 對 我們要想到最後音樂劇了 就是我很努力的去發展我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我就去演了 何鈺君再來 這是我今年2020的音樂劇 影片其實現在播出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開始售票了 對 然後會有非常多不同的場次對不對 對 我們7月4號會在嘉義 然後9月4號在新竹 然後在高雄的話會有三場 9月252627在高雄的魏武營 所以到現場就咋扮成這個樣子 對 會非常的復古 我跟妳說 好復古喔 對 我們何鈺君再來就是 鄧麗君經典歌曲音樂劇 甜蜜蜜 對對對 他會有17首經典歌曲 甜蜜蜜 然後還有心願 我愛你有多善 我愛你有幾分 你唱得很好聽耶 我會有在練啊 我真的有專業 還練中文是不是 對啊 所以喜歡沛如朋友 也不要錯過這個大考驗 可以到現場 看一下沛如的表現 來看我 謝謝蜜蜜蜜 謝謝 所以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或者是喜歡蜜蜜蜜的分享的話 不妨到現場支持一下蜜蜜蜜蜜 因為妳的行動是給我們非常大的鼓勵對不對 對 就是我曾想告訴大家就是說 工作的話 我一定會認真的工作嘛 我覺得每個人對自己的工作付出是 絕對是百分之百 可是別忘記妳要生活 那我現在就是很努力的在發展我的生活 然後 我很開心有這個成就 然後也想跟大家分享 謝謝蜜蜜蜜 謝謝 然後下次的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要 Follow我們兩個按讚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還有把鈴鐺打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把鈴鐺打開 還有一把鈴鐺打開 還有一把鈴鐺打開 我們下次見